哈喽大家好我是Sharon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get ready with me 那因为刚好我等一下呢要出门去 所以就想说呢来用一下我手边的一些新的彩妆品来上妆 那这些彩妆品呢虽然不是最新的产品 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或者是了不起的商品 但是就是我已经买了好一阵子 然后都一直没有机会用 所以今天就想说呢要来用看看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马上开始化妆吧 好那我已经事先呢上了我的这个妆前保养 还有这个妆前防晒和隔离 那妆前防晒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这一款叫Skin Aqua的防晒 它是有SPF50 PA4个加 然后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带紫色调的 所以它有一个可以体量肤色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那至于隔离霜呢我用的是这个She Glam的Bird Day Skin Primer 好那在上粉底液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肤色校正 那肤色校正呢我今天用的遮瑕液是这个 这个是Artistry他们家的Perfecting Concealer 它这个包装的质感呢感觉还蛮不错的 好它的包装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小镜子 就是很方便让你就是带出门就是去补妆的时候用 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好它的这个橘色呢感觉看起来稍微比较带浅一点点 就没有说到很深的那种橘色 所以我不确定它的这个修饰效果到底是如何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用看看 好我就直接点在我的这个黑眼圈的地方 还有一些斑啊跟痘印的这个部分 它的质地感觉好像蛮保湿蛮水润的 但就不知道它的修饰力跟遮瑕力是如何 好大概这样子稍微的点一下 那我就直接用这个海绵把它给推开 嗯它的质地呢真的是还蛮水润蛮保湿的 呃修饰效果我觉得算是还可以 但是遮瑕力呢就稍微比较偏弱一点点 因为可能是它比较滋润比较保湿的质地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的橘色没有到说很深 好那接下来底妆的部分呢 我今天要用的是一款气垫粉饼 那这个气垫粉饼呢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叫VDVC应该是这样念吧 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呃但是这个牌子呢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用过 然后这个我是在虾皮上面买的 但是买下来的价格呢我当时买非常便宜 它这样子呢一整合呢呃有粉饼跟粉锐 才新币大概8块多左右 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这个呢是他们家的Profit Essence Cushion 然后有SPF50 PA4个加 呃但是我听这个形容词呢就感觉可能对我的 呃肤质有点不妙 因为我是属于混油机嘛 所以通常这种比较保湿款的这种底妆呢 对我来说是稍微比较 呃比较不占优势 呃保湿之外呢但是又有高遮瑕力 对我不确定保湿的同时要怎么有这个高遮瑕力 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来试用看看 那我的颜色呢是20号Natural 好然后这个呢是他的这个粉饼啦 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呃他的包装呢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全黑 然后他前面呢就是有印他们家的这个呃字 就是他们家的logo VDVC 呃摸起来呢那个包装的质感算是还不错啦 但是同样也是会呃蛮蛮沾指纹的 好打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是同样有一个呃粉铺 然后再来下面呢就是他的那个粉饼 那他的这个粉铺呢他的形状还蛮特别的 就是做有一点点那种呃水滴形状的 就是不是圆形的 就是感觉应该是还蛮容易上妆 就是上在一些比较呃细小的角落的地方 打开来之后呢他是长这样子 然后这个直接把它给撕掉 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啊他来上底妆 哦他非常的保湿 呃再来遮瑕力呢我目前这样子看呢 我觉得他的遮瑕力呢是比较偏弱的一 一款这个气垫粉饼 因为我的这些痘印痘疤呢 其实还是蛮明显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等一下还是会用一点点遮瑕膏 去遮瑕一下 好我这样子轻轻的薄薄上一层之后呢 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那个光泽感 非常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有光泽保湿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等一下还是会用一点蜜粉来定妆 因为毕竟等一下还是要戴口罩 所以就是要避免沾染 他的粉饼呢有一个 有一个蛮香的一个味道 呃不是到很臭的那种味道 我自己是还可以接受啦 就是闻起来还算是蛮香的 好就这样子呢 底妆就是这样薄薄的上一层 他的遮瑕力呢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高 唯一可以说的是 这款气垫粉饼呢 是真的比较适合干性皮肤的朋友 那颜色方面呢 我觉得20号跟我的肤色 算是还ok 但是我不确定他等一下会不会有 暗沉的这个部分 所以暗沉的部分呢 可能要就是 戴妆了大概一阵子之后呢 才可以比较明显的去观察 那他这个粉铺呢上起来呢 那个感觉是还不错的 他不会到很厚 但也没有到说偏薄 然后再来他这个稍微有点 尖角的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上一些比较 比较细小的地方呢 会还蛮方便的 ok好底妆的部分呢 就这样子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就来上一点这个遮瑕 好的 切尾 好底妝和遮瑕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先来快速的就是定一下妆 用到的定妆喷雾是Max Factor这一款 好那因为我手边没有新的眉毛产品 所以我先去把我的眉毛给完成 等一下再回来 好回来了接下来眼影的部分呢 今天要用的眼影盘是这个 这个是Mimi他们家的一个四色眼影盘 叫MultiQ 对感觉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是我买了已经好一阵子 但是一直都没有开来用 所以今天就想说来用看看 那我的颜色呢是002 All About Coral 好打开来之后呢 它的包装是长这样子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四方盒 然后它的外面呢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橘色 那打开来之后呢 哦 哦它原来下面还有一个这个算是腮红吧 对就是长这样子 比较偏有一点橘色调的一个颜色 非常非常可爱 我原本以为它只是一个四色眼影 没有想到它下面还有一颗腮红 非常的这个方便 好那打开来之后呢 它的颜色呢是长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有雾面跟有一些有珠光的这个颜色 那我其实今天呢是原本想要就是画一个稍微比较有一点秋天感觉的一个妆容 但是我看到这个眼影盘的颜色呢 呃坦白说我不确定今天能不能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妆容 但是尽管如此呢 我还是来试用看看好了 那它这个颜色呢 呃每个颜色上面呢 就是有呃印上一个这个号码 对然后就是有1234 然后腮红就是5 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让你就是呃比较好方便的去制到哪一个颜色线上 就是有那个顺序在嘛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不要按照顺序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那在上眼睛之前呢 我先来给你们做一下这个刷色的部分 哇它的粉质摸起来 感觉还算是蛮细致的 我最后一颗那个4号感觉就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粗糙的感觉 好然后腮红也给你们看一下的颜色 好这个是1号 2号 3号 4号 哦4号很漂亮耶 好接下来就是5号 5号就是那个腮红 哦它腮红蛮 蛮淡的颜色蛮浅 好刷出来的颜色呢就是这样子 感觉这些颜色应该算是蛮安全吧 应该有办法画出我今天想要画的那个比较秋天感的一个妆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把它用在眼睛上面 好那首先第一个颜色呢我就用这个1号色 直接把它画在整个上眼皮的地方 哇它这个颜色画起来非常漂亮耶 它的颜色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 那么的恐怖 因为它在盘里面看起来是比较 呃有点深的那种 玫瑰色吧 但是刷在眼皮当打底色非常非常漂亮 我觉得如果你要画一个非常清淡的一个妆容呢 其实呃你单用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就已经是足够了 好下眼瞼的地方呢 同样也是用1号色来上 好接下来换另外一个刷子呢 然后就是用2号这个颜色 就把它直接上在眼尾的部分往前带 哦这个颜色也很漂亮耶 它是带有一点点这个珠光的这个质地 但是上在眼睛上面呢 其实就呃不会到说很夸张 然后再来呢 它的颜色的这个显色力呢 也算是还蛮不错的 它是有点带呃偏橘色调一点点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好刷出来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同样的颜色呢 上在这个下眼瞼的部分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不确定要不要用3号这个颜色 因为呃感觉它就是一个霧面的一个涂色 然后我也不是很确定要用在我眼睛的哪一个部分 呃不然我就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就是暈软在我的这个眼凹的这个部分好了 就是来看能不能就是拿它来做一个这个渐变色 我就换另外一支刷纸 稍微沾一点点 感觉应该是还可以 因为它的颜色呢刷上去之后呢 呃没有到说脏脏的那种感觉 好就这样子大概轻轻的刷一点颜色上去 好那接下来呢眼影盘的部分呢就暂时先这样 那接下来呢就是同样我要画我的眼线 那眼线的部分呢今天我要来试试看用眼线胶笔 那用到的牌子呢是这个 这个是Clio他们家的防水眼线胶笔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02号Brown 就是一个棕色 坦白说我是很少用眼线笔来画我的眼线 呃最近呢近期就是都是用这个眼线液笔 所以我不确定它这个眼线笔呢 呃会不会好画 好我们今天就来试用看看 好打开了之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子 白色的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条纹的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眼线笔呢它是有2mm的这个呃这个细度 它是长这样子 感觉算是还蛮细致的 我感觉它还蛮滑顺蛮容易去勾这个线条的部分 尤其是眼尾 就是画这种比较呃直线条的这个眼线 好画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的棕色呢也非常的漂亮 没有到说很浅 但也没有到说好像黑色那么的深 OK眼线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眼影盘 那回到这个四色眼影盘呢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四号去叠在眼线的上面呢 来做一个比较soft的一个晕染 直接换一个更小一点的这个刷子 然后沾一点点 好接下来同样的四号色呢 画在下眼瞼后半段的地方 OK眼睛的部分呢就这样子完成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睫毛的部分 那睫毛的部分呢 今天我想要来试用看看一款新的睫毛膏 就是这个这个是Holika他们的这一款 Magic Pole的这个睫毛膏 然后这个呢是02 long and curl 就是有线长跟卷翘的一个效果 它另外一款呢应该算是浓密款的 就应该是01吧 但是呢这个睫毛膏呢我是没有用过的 所以今天就来试用看看 但是我觉得这款睫毛膏呢应该不是防水的 因为它这边写用温水呢就可以很轻松的给卸出 好打开来之后呢 它的包装呢是长这样子 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紫色 好打开来呢 哦它的刷头是这样子的 就是前面有一个非常小的一颗球 球的这个形状 但是它的这个刷子的这个size呢 感觉看起来应该是蛮大的 因为我的睫毛非常短 我又是这个单眼皮 所以我不确定它在刷的时候呢 会不会很好去刷到每一根睫毛 哦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球的形状呢 是让你在刷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把那个睫毛给分开 所以刷出来呢就是有那种根根分明的一个效果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把这个睫毛给夹翘 好首先呢我会用它后面的这个刷子呢 来就是刷我的睫毛 接下来呢我会尝试用它前面这个圆的这个球形状呢 我来尝试看看能不能把睫毛给分开 嗯 这个 这个睫毛膏我觉得完全不行 呃它说它是线长卷翘款 但是我目前为止呢没有看到它有就是线长的效果 那卷翘方面呢我觉得也完全没有 它反而就是还沾到我的那个上眼皮的地方 所以那个沾到的地方呢我要稍微把它给清掉 这个睫毛膏完全不行耶 呃我用它前面的那个尖端的地方来分开我的睫毛 但是呃也没有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呃这个这个睫毛膏完全不行 你看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垂了 根本是没有办法卷翘的 所以今天睫毛的部分呢我觉得我还是用假睫毛来代替好了 那我先去把我的假睫毛给贴上 等一下呢再回来 好眼妆的部分呢终于完成了 然后假睫毛也贴上了 刚才真的是被那只睫毛膏给吓死 好接下来呢我要来给全脸定妆 因为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这个满脸光泽有光的这个妆感 接下来修容的部分呢用peripera这款三色修容 那我的话呢通常我会就是混前面头两个颜色 ok好修容完成 那接下来呢就是腮红的部分 那腮红的部分呢除了刚刚multi cube里面的这个橘色腮红呢 我手边还有另外一颗新的腮红是这个misha的这个cotton blush 但它的颜色呢就稍微比较偏沉一点点 对从镜头看起来算是蛮偏粉红的 但是实际上看呢它的颜色呢是稍微比较偏有点干燥玫瑰的颜色 其实我也不确定应该用哪一个颜色 这个感觉看起来呢会可能会看起来比较亮一点点 然后这个呢可能就看起来会稍微比较 比较tone down一点没有这么的亮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话呢 我还是用回multi cube里面的这个腮红吧 它蛮会飞粉的 它的这个粉质呢很细致 所以它的这个抓粉力呢算是还蛮高的 然后这个颜色刷起来很漂亮很自然 我知道在镜头可能看不出什么颜色 但是实际上看呢它的这个橘色呢是非常漂亮很自然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呢是可以慢慢叠加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就是太浅的话呢你可以慢慢一层一层的加上去 然后它的颜色呢就会呈现出这种非常漂亮很自然的这个橘色调的这个颜色 OK好那腮红的部分呢就这样子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要赶快来喷一下这个定妆喷雾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唇膏的部分 那唇膏呢我现在手边呢有三支这个新的这个唇膏 那首先第一支呢是这个 这个是Revlon他们家的雾面唇釉 然后我的这个颜色呢是655 对655 HD Kisses 对它的颜色呢应该是那种比较有点豆沙色的那种颜色 我稍微给你们刷色一下 它颜色很漂亮 它颜色就是长这样子 好接下来第二个颜色呢是Maybelline的这个唇膏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Creamy Mask 然后颜色呢是Chili Nude 它的颜色呢就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枫叶色的这种颜色 感觉应该是蛮适合这种秋季妆容来使用的 我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好它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 虽然说是有一点点枫叶色 但是它还是就是带稍微偏红色调一点点 好最后一个唇膏呢是Canmake的这个唇膏 但是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它好像是限量版的 至少它的颜色可能是限量版 然后再来呢是我觉得现在在新加坡 好像在开架比较难买到Canmake的彩妆品 其实我几乎已经没有看到Canmake的彩妆品在 或者是任何开架的地方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唇膏呢现在还买不买得到 好它的包装呢是长这样子 非常漂亮的这个金色的颜色 好然后打开来之后呢 它这个唇膏很特别是它上面呢 还有印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爱心的图案 好给你们刷一下它的颜色 好它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 那比起前面两个呢它的颜色的显色力呢就 稍微比较偏弱一点点 那再来质地方面呢是比较有点光泽感的这种质地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就来试用看看 Maybelline那个唇膏好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呢 感觉就是比较符合今天的妆容吧 就是有点秋季感觉的这个妆容 OK整个妆容呢就这样子完成啦 那我现在呢先去稍微整理一下我的头发 然后等一下呢再回来 OK我回来了 那今天的妆容呢就这样子完成啦 那今天所用到的新产品呢 大致上我都觉得还算不错还挺满意的 然后所呈现出来的妆容呢也跟我想象的呢 还算是蛮接近 就是稍微带有一点点这种秋季感的这种妆容 那今天的商品呢除了这个睫毛膏之外呢 其实大致上我觉得都算是OK 至于那款气垫粉饼呢 我觉得它也不是说不好用 只是我觉得说它可能对于我的肤质呢 是比较不太适合的 因为毕竟呢我是混油肌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还喜欢 那喜欢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同样呢想要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IG在这边 OK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拜拜 拜拜